美 我若欺切成群 我最宠爱你 要是你的心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 那世界该多美 我总是宠的 他的灵魂得到拯救 那我的呢 我的呢 都是因为你 你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不为 就来了 马伊埃特说 有一天 懒死来了一伙骑马的人 非常古怪 是乞丐 无来汉 全国到处走 由他们的公爵伯爵带领着 他们皮肤有黑 头发打卷 耳朵上吊着银耳环 女的比男的还要丑 那些女人的脸更黑 从来不照个什么 身上背着个小坏种 麻线支的 就粗不披肩 记在肩头 头发扎成马尾巴 那些孩子 手脚拳着 猴崽子 见了都要害怕 这是一会儿被天主教社会 唾弃的人 他们都是直接从下埃及 经过波兰到兰斯来的 听说教皇教他们做了忏悔 要他们作为赎罪 在世上漂流七年 不许睡床 因此他们自称悔罪者 身上发出臭味 看来他们从前是 萨拉赞人 所以他们信捉笔他 向所有佩戴十字架 和法官的大主教 主教和长老 索取石图尔利夫 是教皇的一道训誉 给他们这个权力的 他们到兰斯来 以阿尔吉尔国王 和德意志皇帝的名义 给人算命 可一想见 单单这一点 就足以禁止他们进场 于是 他们整个一伙人都自愿搭起帐篷 筑扎在伯兰纳门附近 在一座今天尚存摸坊的土丘上 就在从前是灰窑附近 蓝色城里人都抢着去看 他们给人看手下 算命说得灵级了 真是能把犹大说成将来要当教皇 同时也流传着可怕的谣言 说他们偷孩子 八千包 还吃人肉 聪明人对傻瓜说 别到那儿去 他们自己就偷偷去 所以都跟发了狂事的 事实上 他们说的事情 红衣主教听了都要吃惊 做母亲的 听见他们看了自己孩子的首相 用异教语言和土耳其语 说出许许多多奇迹般的事情 得意的不得了 这个的孩子将来要当皇帝 那个的要当教皇 还有一个要当统帅 可怜的香特弗拉里 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怎么样 漂亮的小安妮斯 会不会当上亚美尼亚的女皇 或者什么的 他把小家伙抱到埃及人那里去 埃及女人夸奖孩子 抚摸他 用黑嘴唇亲他 看了他的首相 惊异不至 可怜啊 母亲是多么高兴 他们特别赞美他美丽的脚 美丽的鞋 孩子这时还不满一岁 他已经牙牙血雨 会对他妈妈憨笑 小傻瓜似的 胖乎乎圆滚滚的 各种各样的小手势动作 和天堂的天使一般 他看见埃及女人 吓得直哭 可是妈妈使劲问他 听了算命女人 关于安妮斯所说的话 欣喜若狂 抱着他走了 他一定会出落的天心似的 会是德性的化身 会当王后的 于是母亲回到 福尔潘那街的阁楼 感到抱回去的是一个王后 万分自豪 第二天 他趁孩子睡在他的床上 因为他一向让孩子 跟他一起睡的功夫 轻轻推开门 让门扮演着 跑到晒衣厂街 一个女邻人家里去告诉他 女儿安妮斯日后吃饭 会有英国国王和埃塞俄比亚 大公伺候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令人惊奇万分的事情 回家上楼的时候 没有听见孩子的叫声 他想 好 孩子还在睡 他一看 门敞开着 出去原是关着的呀 他还是进去了 可怜的母亲 赶紧跑到床前 孩子不见了 床上是空的 孩子踪影不见 只留下漂亮小鞋的一只 他冲出房间 跳下楼梯 头往墙上使劲撞 叫道 我的孩子 在谁那儿啊 谁抱走了我的孩子 街上遥无人影 他家的房子孤零零的 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 他在城里到处乱跑 打击小巷走遍了 成天各处乱找 疯了似的 瞎窜 形容可怕 丢失了幼崽的野兽似的 挨家挨户 门窗上乱袖 他气喘吁吁 披头散发 样子吓人 眼睛里冒火 把眼泪也熬干了 他拦住行人叫道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我的漂亮的小女儿 谁把我的女儿还我 我给她当奴婢 当她狗的奴婢 让她吃掉 我的心肝五脏 如果她要的话 她碰见 圣勒米本堂神父 对她说 神父先生 我可以用手指头刨地 您得把女儿还我 乌达德 真叫人揪心 有个心肠很硬的人 我看见连他都哭了 他就是壮师 彭斯拉卡布尔 他说 可怜的母亲 夜里 她回到家里 她不在家的时候 有个女街坊 看见两个埃及女人 抱着一个包裹 偷偷上楼去 然后关上门 又下楼来 匆匆跑掉了 他们走后 听见 爬街头房里 好像有小孩的哭声 母亲笑竹颜开 长得翅膀似的 飞上楼去 炮弹似的 轰的一下 冲开了门 进去 可怕极了呀 乌达德 不是她那可爱的 小安妮斯 鲜艳红润 正是仁慈上帝的 馈赠 而是 一个小怪物 又丑又薄 还瞎了一只眼 四肢扭曲着 嚎叫着 在石板地上瞎爬 她恶心地 双手捂住眼睛 她说 啊 难道是巫婆 把我的女儿 变成了这样的 一个可怕的 怪物 那是巫婆 把我的女儿 变成了这样的 一个可怕的 怪物 人们赶紧 把这个小丑八怪 抱开 免得她发疯 也不知道 哪个埃及女人 给魔鬼生下的 畸形孩子 大约四岁光景 说的是一种 不是人的语言 只是一些 根本听不清楚的单词 想得弗洛利 向那只小鞋扑过去 她的所爱 只剩下了这一点点东西 她呆立在那里 长久 哑口无言 呼吸不得 简直就像死了 忽然 她浑身哆嗦起来 狂乱地吻着这圣物 放生痛哭 仿佛心都碎裂了 我敢说 换了我们 也都会哭的 她喊道 啊 我的小女儿 我的漂亮的小女儿 你在哪儿 听了 真叫人心肝无脏 都咬碎了 我现在一想起来 还要哭了 你们说 我们的孩子 不就是 我们的心肝肉吗 我可怜的欧斯塔西 她多好看 你们真不知道 她有多可爱 昨天她对我说 我长大了 要当尽瑞骑兵 哦 我的欧斯塔西 要是丢掉了你 可怎么好啊 小的弗拉里 猛然站起来 在蓝寺城里 到处跑 喊叫 到埃及人营地去 到埃及人营地去 师长快来 烧死巫婆 埃及人却已经走了 天也黑了 不可能去追他们 第二天 在蓝寺梁离开外 隔地和迪罗瓦之间的 一层灌木里 找到了篝火的痕迹 帕盖特女儿的几根断带 几点血迹 和几粒杨石 刚刚过去的一夜 正是星期六夜晚 再也不可怀疑 埃及人在这 从灌木中 举行了群魔会 按照回教徒的习俗 现在依然如此 同别西婆 一起把孩子吃掉了 香特弗拉里 听到这些 可怕的情况之后 没有哭泣 嘴唇动了动 好想要说话 可是说不出 第二天 她的头发花白了 第三天 她不见了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国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舞 吴达德说 这故事真吓人 布尔戈尼人听了 都会哭泣 尔维斯说 难怪您听说 埃及人就那么害怕 吴达德说 刚才您领着 欧斯塔西快逃命 是很对的 因为这些埃及人 也是从波兰来的 博士 尔维斯说 听说是从西班牙和卡泰罗尼亚来的 卡泰罗尼亚 可能 乌达德回答说 波兰尼亚 卡泰罗尼亚 瓦洛尼亚 这三个省我总是搞混了 反正肯定的是 它们是埃及人 而且肯定 尔维斯说 它们牙齿很长 要吃小孩 要是埃斯米拉德 撅起个小嘴嘴 也吃一点 我是不会惊奇的 它那只白山羊 鬼把戏太多了 肯定是那里面有邪术 玛尼埃德默默走着 它沉溺于瑕疵之中 人们的这种瑕疵 就好像是某个悲惨故事的延续 只有一阵阵战力 一直震撼到我们内心最深处之后 才会停止 这当 瑕维斯对它说 后来不知道 香特弗勒里的下落吗 玛尼埃德没有回答 瑕维斯又问了一遍 同时晃动她的手臂 喊她的名字 玛尼埃德这才仿佛 从梦中惊醒 香特弗勒里的下落 她机械地重复 瑕维斯的问题 这个问题给她的印象 仿佛是刚刚 头一回听到的 然后她使劲集中注意力 弄懂问的是什么意思 她赶紧回答 谁也不知道 停了一会儿 她又说 有人说 看见她在天擦喝的时候 从弗莱香博门 出了蓝四城 也有人说 她是天蒙蒙亮 从旧巴塞门出去的 有个穷人 发现她的金石子架挂在 现在成了集市的 那块庄稼地里的 石头石子架上 就是这一件珠宝 在六一年毁了她的 是她的第一个晴郎 英俊的 可蒙特罗子绝 送给她的 帕盖特再穷 也从来舍不得卖掉她 死抓着 像命根子似的 所以 我们一看见 这个石子架也扔下来 我们女人都认为 她是死了 不过 房的酒店的人说 看见她从 去巴黎的道路上经过 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走 不过 真要是这样 那就是 从维特门出去的 这些说法都不一样 或者 明白说吧 我是相信 她是从维勒门出去的 就是说 除了这个世界 不懂 若维斯说 玛伊埃特 忧伤地笑笑说 维勒 是一条河呀 可怜的 向他扶拉里 乌达德一阵哆嗦 他淹死了 淹死了 玛伊埃特说 好老爹 吉巴特 当年顺流而下 经过 探戈桥下 在船上唱歌的时候 哪里知道 日后他亲爱的小 巴格 也会经过桥下 却没坐船 也不唱歌 那只小红鞋 那只小红鞋呢 若维斯问题 还没问完 那个怪物呢 他忽然对 玛伊埃特说 什么怪物 玛伊埃特问 乌婆留在 香特弗拉里 家里 换走他女儿的 那个小埃及怪物呀 您拿它怎样了 我希望您 没有把它也淹死 哪能呢 玛伊埃特回答 怎么 那就烧死了 说真可的 这样更好 巫婆的崽子吗 没有烧死 也没有淹死 日为死 大主教大人 对这个埃及孩子 颇为关心 给他屈了鞋 祝福了他 小心翼翼 把他身体里面的鬼赶跑了 把他送到巴黎来 放到圣母院门前 的木床上 作为弃耳 这些主教啊 若威斯嘀咕道 他们有学问 做事就是不寻常 我答的 我得问问您 把魔鬼算作弃耳 这是哪门子事情呢 那个小怪物 肯定是个魔鬼 得 玛伊埃特 到了巴黎又怎么样了 我看 任何善人 都不会要他的 蓝死女人 答道 不知道 正好那时候 我男人 买下了 伯利的 公正人职位 李蓝死成两里 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再管这事了 因为就在 伯利前面 有两座塞尔奈土墩子 挡住视线 看不见 蓝色主教堂的钟楼 一边说着 一边说着 三位可敬的太太走到了河滩广场 他们想着心事 经过罗朗塔楼的公用祈祷书 也没停步 下意识的 向人越挤越多的耻辱柱走去 很有可能 此刻吸引着众人视线的景象 会使他们完全忘记老鼠洞 忘记 他们原来打算去那里祈祷的事情 要不是 玛伊埃特手上牵着的 那个六岁的胖小子 欧斯塔西 突然提醒了他们 此行的目的 妈妈 她说 仿佛有某种本能 使她觉察到 老鼠洞已经走过了 现在我可以吃饼了吗 要是欧斯塔西 更机灵一些 也就是说 少贪吃一点 她也许会再等一会儿 等到回到了大学城 到了瓦朗斯夫人街上 安德里·米尔斯尼埃先生的寓所 等到在老鼠洞和玉米粑粑之间 间隔着塞纳河的两道河湾和内城的五座桥的时候 才冒昧提出这样一个怯生生的问题 妈妈 现在我可以吃饼了吗 按欧斯塔西提出的时机说 这个问题是很冒失的 于是一下子就提醒了 马伊埃特的注意 她叫了起来 真的 咱们把尹修女忘了 你们告诉我老鼠洞在哪儿 我给她送饼去 马上就去 这可是做好事啊 乌达德说 这却不是欧斯塔西所希望的 哎呀 我的饼啊 说着两只肩膀左右轮流耸 一下下轮番碰耳朵 在这种场合下 这是最大不满的表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河格多余果》 《借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